项目编号,SCP-304某个信号 项目等级,SAFE 特殊收容措施 目前,SCP-304的存在被太空探测器的持续信号传输所掩盖 掩盖用信号被特别编译过 以防任何非基金会的人员解密 SCP-304此信号传输在探测器与地球的公众通信 与NASA进行的常规科学探测活动之外进行 与其尚未启用的替代品在特定轨道上运行 以永远保证它们处于地球与估计的 SCP-304源头位置之间 如果原始探测器失效 其替代品将马上以同一频率开始传输信号 并和原始探测器一样承担所有公共传输任务 描述 英国君主 美国总统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名字 SCP-304的格式在发送到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 持由莫尔斯马转为SP马 之后SCP-304会列出63个头衔为总统的人以及头衔为O5的数据删除 之后信号会从SP马转为一种上位被破解的格式 列出大约七个名字 在第七个未解码的名字后 SCP-304会暂停12秒并从头重复 名单突然终止的原因仍未知 注意 SCP-304中包含的资料限制O5及更高级人员 或授权人员已确认 名单中的美国总统和中国主席的名字到目前为止都是准确的 此文件将不涉及那些可能指向基金会人员的数据 现已确认SCP-304来自已编辑的方向 但SCP-304的源头仍未知 我们也不知道它在被发现之前已存在了多久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304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